大家好 今天是8月16日 星期三 今天港股繼續大跌 恒生指數開始跌24點 國計指數跌76點 科技指數跌52點 位於降低美資銀行的評級 拖累到匯豐跌2.3% 令指數跌43點 美團跌2.2% 令指數跌26點 阿里巴巴跌1.3% 令指數跌22點 騰訊跌0.4% 令指數跌13點 友邦保險跌0.4% 令指數跌11點 上證中合股開始跌11點 開始後變化不是很大 但是中段是跌多些 跌到差不多跌300點 匯豐大跌 後來跌2.86 拖累指數跌55點 建設銀行跌1.2% 拖累指數跌10點 煤氣中企營利升9% 市場不滿意跌2.25% 油價下跌中石油跌2.8% 中石化跌2.1% 零售股都跌 李寧跌4% 安達體育跌3.5% 海底撈跌2% 上週收市行生指數跌257點 國企指數跌86點 科技指數跌53點 成交498億元 下週早段變化不大 內房股股市場上升 龍湖升4.1% 迫復升5% 升幅最大的藍籌 但是科技股跌 未來跌4.6% 百度跌5% 平安浩爾生跌2.5% 到中段的時候 港股跌幅確大行生指數跌至1262 跌319點 收市跌251點 國企指數跌93點 科技指數跌53點 成交979億元 銀行股下跌 加上中國經濟疲弱 初淚港股